何故你把時間花在跑去高雄打擾一個跟這次選舉一關的老人家呢 那你你是真心關心人家 還是其實你在利用人家 我們只是出於善意的一種關心 那要這個他們刻意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政治操作 那這是不能讓人家認同 不可以這樣裡面的見 我會建議是說 第一個嚴先生你在選舉 你有很多的案子都講不清楚 你有時間到高雄去打擾一位老人家 跟這個選舉一關的老人家 你為什麼不用這些時間 你是正在節目把你的爭議說清楚也好 你在地方好好的把你的爭議說清楚也好 何苦你把時間花在跑去高雄打擾一個跟這次選舉一關的老人家呢 第二個我覺得政治人物 我們其實要有一個比較善良跟 比較替人著想的心啊 在之前在講空屋議題的時候 他要消費我們的肺癌的患者跟家屬 那現在他自己要選舉很多爭議講不清楚 他又要消費一個成年就案之下 在過去因為交通事故受傷的傷者 到底你是真心關心人家 還是其實你在利用人家 甚至利用別人的傷口 利用別人的不幸 來達到自己政治上面的目的 熊白曉先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官人就一直很關心 那在那個時段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們透過第三人 然後以匿名的方式 然後呢送這一部代步車 給這一位白曉先生 他當時可能是 因為當時在任的立委還是陳柏惟 那所以白曉先生那時候可能也會擔心 所以那時候並沒有收下 並沒有收下 那一直到了這個陳柏惟立委卸任之後 也就是到了12月份左右 那個白曉先生 我們也是透過第三者朋友 他們去請當地的旅長 也是用匿名的方式 他也是知道自己的官人送的 那所以他們才收下這一部代步車 那我們是關心這一位白曉先生 他的這種他的生活基礎 關心他的生理動作 才去出於三億本一 三億送這一部代步車 但是我們現在被 我們要反觀 那陳柏惟本人 從事發 這個一路過來 始終不穩讀問 並沒有對這位白曉先生做任何關心 甚至於在這件事情之後 還打電話給這白曉先生 讓他心生畏懼 那選舉不應該選到 這樣子的泥滅人性 不應該選舉選到這樣子的泥滅人性 我們只是出於善意的一種關心 那他們刻意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正式操作 那這是不能讓人家認同 不可以在裡面的進行 不可以先操作 那我是要一種砍作 我先來答應 我們可以解決一下 有關心的 所以我們可以解決一下 這次詐騎的 那這次的駅 我們會解決一下 我們可以解決一下 這次的駅